大世界像舞台 我亦可畅游异国 风景看尽至今生 为何在宇宙外独猴 花生游 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 也风流 回来了第二节 我们讲秘魯下篇 其实很好笑 为何秘魯上篇 中间要隔一个星期 才延续到秘魯下篇呢 如果大家听我们上一集 讲柬埔寨的一集 我们都交代过了 放在大乌囊 那晚有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这次呢 第二和第三节 我们是第二次录的 第三次录 是的 讲第三次 二次半 因为我们上次就讲 上一节 我们就讲这个 外星人的恶作剧 应该得罪了他们 是的 你说得太精彩了 非常可能 是的 所以就变成我们 这两节讲的东西 都会 我们自己的脑里重复了 但是OK的 就是我们有重演的 是吧 Kennis就很会享受人生 是吧 没错 矮中产 矮中产 你除了去看这个 只有在秘魯做艺中产 因为在香港就做不到 是的 那你上一节又讲这个 哇 又要搭着一个小人飞机 去撩陷 没错 这些外星人的杰作 这些 就当成大幅草原 就像小画家那样 画画 是用石头砌出来的 是的 石头又砌出来 跟着自己又不知道 是怎样看痕迹上去 又有猫 又有这个 蜘蛛 鳥 蛇 什么都有 那我们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刚才也讲了魏中产 那我们就讲了红酒 没错 又去了品酒 是的 品酒之旅 秘魯的红酒来说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是一点都不熟悉 因为其实你讲南美 一向都会讲智利 或者讲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就是我们熟悉的提子 叫Natra 就是智利出的 就有一些西班牙的风格 在那里找到的 是的 那智利 智利 其实很多都是放 Giraz Giraz 或者Bordelblen 一些叫做 就是旧世界 重心 Heavy 那些东西 你可以找到 而且是便宜 大哥 性价比很高 外销是很多 如果你说 香港人熟悉的 一定是智利的 说真的 没错 秘魯 秘魯 原来都喝红酒的 其实就是 为什么你说智利外销呢 但为什么秘魯 说不出名呢 其实我了解过 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 tour 去看酒庄 然后顺便品酒 其实那个导导就跟我说 秘魯的酒 为什么不出名呢 因为他们九成是内销的 只有一成才会出口 可能出口的 都只不过是南美的国家 所以其实香港那么远 他们根本就不会过来 所以大家就不会知道 嗯 但是他的特点 为什么他只是内销呢 其实因为秘魯人 他很喜欢甜 这个都可以想起 因为他们拜Pachamama Pachamama是很喜欢sweet的 所以 Pachamama是什么 Pachamama是什么 Pachamama是大地的煙露 神漠的大地之路 所以呢 他们的红酒 或者白酒 就是葡萄酒 是很甜的 他们知道这个甜味 必是世人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喝多 嗯 所以大家就不太熟悉 我记得你说过 其实秘魯人很喜欢用爱情 去比喻 爱情的阶段 去比喻秘魯的红酒 没错 那个tour 就是你首先去参观 一个类似的博物馆 嗯 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说的故事 这个是我听回来的 嗯 他就给我们试 品酒 然后就开了三瓶红酒 一瓶一瓶地试 第一瓶 他的名字就叫做 Perfect Love 嗯 就是当你遇到你一生里面 最爱的人 在你他们说是结婚的时候开的 那些酒就是很甜 是 是很甜的 是 然后有些aftertaste 那就是令到你 对 结婚的时候很开心 很甜蜜 当你遇到你的真爱 就是这样 嗯 然后他就 move on 去第二瓶 叫做 Baby Maker 许可生仔 对 就是你生仔的阶段 那个酒呢 那个甜有点不同 但我很难可以用言语去形容到那个感觉 所以味道有点不一样 那么他就说 哦 是你生BB 第一个BB 满月的时候开这瓶酒喝的 好了 接着第三瓶 他们很幽默 他说这瓶就是离婚的时候开你喝的 哈哈哈哈 就是结婚是会离婚的 是会苦一点 是的 那瓶就是 甜得来就会苦的 就是有些结的出来 可能那些丹铃 有些重一点 那么他就 用这些故事去跟你讲那些酒 那还有呢 他们喝酒的时候 就是他们要讲些东西 好像 因为我刚才说他们都很拜那些Pachamama 那些 他们就要 不知竞天竞地 竞左竞右 那样 那样像我们中国人的 是的 总之他喝之前不是这样 喝声 不是这样的 你要讲一 又不是很长的 讲几句话 然后才是 几个方位摆 然后就喝 但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段 但是其实那个tour 都挺值得去参加 因为你会可以了解到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酒 那个场景是怎样做的 因为其实 秘魯除了红酒 我想出名些 大家会知道 那个叫做Pisco 是的 Pisco是一种 类似Vodka 或者Blandi 嗯 其实它是 Morlite 是Blandi 因为它也是提子造 但是它是透明的颜色 所以那个tour 其实就是Pisco 和这个 也有的 但是它就会 但是它就不像我们 法国那些用木桶去做 所以它为什么会透明呢 因为它就是用那些 那些 那些 陶瓷来装 去发酵 哦 很中东 对 所以它就会变成 透明的颜色 但也是一个很高的浓度 的 酒精 嗯 嗯 所以就有 好像我记得 就是有 Ryne去試 有Pisco去試 Pisco你喝很少 因为你很快就会醉 那些是四十几度 嗯 嘩 四十几度真的很神奇 就是好像那些 孖精 是的 孖精应该再高 再高一点 是的 那就是 它 它这个 就是它这么甜的酒 那 我记得 你也说过 那些盛器呢 都很特别的嘛 就是 其实它们 就不是用木筒的 是的 它就是用那些 clay 就是陶瓷 是陶瓷 有个很特别的形状 就放在这里 而且它们 只可以晚上才釀走 因为秘老的天气 有点热 嗯 所以如果它们 早上釀 那些蹄子 很容易会坏 或者过度发酵 或者引昆蟲过来 嗯 所以其实它们 是要晚上才去做 这些 步骤 噢 那这样 那 那 那 如果你说用那些clay 去釀走 呢 其实 歐洲都不是 没有人这样做的 那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说过的 这个 Georgia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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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is 我们自己可能 都是吃牛肉 那 但是它那个红酒 都是偏甜 其实可以就这样喝的 甚至乎你可以当 dessert wine 哦 因为它白酒呢 它白酒很搞笑的名字 叫 Italiano 哈哈 哈哈 怎样变成了意大利酒 是的 但是是个白酒 但是就是很甜甜到 那些musket 再甜一点 是完全dessert wine 的感觉 嗯 嗯 我想不是说 各个香港人都可以接杀到 但是我之前就买了 一瓶回来香港 是 然后拿了一瓶回来香港 我就跟那些朋友 就是吃饭的时候喝 跟着 其实那些朋友 平时就不是说 喝开酒的人 嗯 那他们 就是会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始终是甜的嘛 就是可能是有 酒精的尼賓蠟 哈哈 哇 那应该很好喝哦 是好喝的 是好喝的 但是可能一些真的喝惯红酒的人 哇 就会像我表弟那些 跟我一起去秘魯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哇 是什么来的 接着他说我还是喝回啤酒 就是太甜了 是 是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 你说釀酒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其实我参加的 那个省呢 叫Ika 嗯 Ika 里面有个地方 它真的叫Pisco 嗯 其实那个省 哦 就是 Around Pisco 那里 就会有这些酒座 基本上 他说 超过八成的酒 都 就算是内销的 都会在这个省出产的 嗯嗯嗯 嗯嗯 嗯 那 都 都特别 是吧 其实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酒的tour呢 其实本身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秘魯的红酒是出名的 嗯 对了 我去到Ika的时候呢 我是一个 不是 Hostel有人介绍 是的 Hostel 那个Hostel是在一个陆州里面的 哦 OK 然后那个Hostel叫做Banana Adventure 那很搞笑的 你在那里住一晚 之外呢 其实你可以加钱 它可以有 好像package 你可以选一些tour 你可以选三个 那 在陆州嘛 旁边有沙漠 你可以选滑沙的tour 跟着Ika其实它旁边 近海那边 都有一些叫做野生动物的保护区 可以去看企鵝 或者有些海獅 雀啊 那些 其实我是因为那件事而去的 跟着我又访过那个tour 那还剩下一个 那它那个board呢 有些什么选择呢 跟着它就说有wine tasting 那些可以 扮到土豪的时间 当然是冲去做这个 其实那边它那么特别 就是叫做有一个沙漠里面的陆州 那其实那些resort hotel 多不多呢 其实那些选择多不多呢 其实就不算多 因为其实它那个陆州 都颇小的 那有一间 有一间很出名的hostel 就是好像 是英国人开的 那我那时一下车 就是下巴士去到Ika 那其实就是 你知道会有些的士司机 兜搭你 就是问你 有没有地方去 要不需要join tour 什么的 那我个人就比较随性 所以我就 其实没有什么做到功课的 那我下车的时候 那当然也有问了价钱 什么的 那我只是看了一点点 就 只是知道那间最出名的hostel 那接着我就上了的士 就是banana adventure 不是那间 是另外一间来的 但是我现在又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之后可以查回 其实那些hostel也很划算 每一间都四五九 因为我现在看到 你一按这个google map 你就看到了 一按这个 是啊 那你最比较贵的那间叫 Hosterio Sousa 那间都是五百多元而已 比较近过陆州的 如果在陆州里面 那间只有两间hostel 直接在陆州里面 就是围着那个湖 不是那叫湖 其实那个陆州 我看一些照片 就像我们中国的月牙泉 就是一模一样 就是那两间hostel 就是在陆州里面围着那个湖 围着 多少钱啊 我记得我是四人房 然后我自己一张床 就好像是不用八十元港元 好便宜啊 八十元港元 对 因为你要和人们分 包不包食的 就不包食的 不包食的 但是可以啦 四个人的房子 男女啊 这个是mixdorm 对啊 我最喜欢mixdorm 哈哈哈 还有mixdorm那些 好像木屋仔 上面有一些 叫做什么 稻草 荒干草 对啊 挺有特色的 对啊 还有那个hostel里面 也有泳池 虽然泳池很小的 但是也挺漂亮的 嗯 挺有feel 然后呢 还有围着圆圈的巴桌 那他就说 如果 不知道 多少人 你夾起来 就可以做BBQ 这样 就可以试试秘露的BBQ 南美的烧肉是很好吃的 就是烤肉 对啊 阿根廷那些 尤其是巴西那些 是很好吃的 对啊 所以其实 去南美你都要试一下BBQ 嗯 嗯 其实你说 你比较贵的那家 是否叫Hostel de Barco 我真的不记得了 但是重点 为什么我去了那个Banana Advantage 不是不是 Adventure Adventure也接近的 Banana Adventure 你上次都说了Banana Advantage 但是总之我想去贵的 不是贵的 就是出名的那家 应该这么说 嗯 就无谓 嗯 就无谓 所以那个的士司机 就跟我推荐了Banana 然后我就先走过去 他说那里也有一家 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因为出名的那家 就在陆州的入口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入口的左边 如果 入口的左边 如果这样看的话 很可能是 那家叫做Hosteria So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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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 我发现这套种 自从上次 哈哈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就是Hostel de Barco Hostel de Barco 我都知道 应该是Desert Night Desert Night 沙漠之野 OK Hostel de Barco 其实这家不是很贵的 我看到也是三百多元 一晚而已 但是因为他似乎在山坡上面 那些人就可以这样 在那看下来 整个陆州 那个景观是挺好的 有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你只是在那看 你由上面看下来 为什么不好看呢 因为你四面还沙 你被沙漠包围住 你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你在沙漠里面 你可以找到陆州 然后你可以看着这个 你一个陆州 你可以在那里享受 喝酒 等等 等于我们 人是很差的 如果你说 在一个建筑里面 你看到外面落狗屎 然后那些人就在那里 争相走避 然后又没有遮掩 又在那里找遮掩 你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其实 旁边都是沙的时候 你有水 是啊 那种感觉是很幸运的 其实是 那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样 就是因为 它的 就是陆州 它围绕这个陆州 其实就是说 Hostel 和一些餐厅 那些餐厅 就会贵 就算它有 好像 一些很小的store 你可以买一些酒 或者零食 但就没有那些supermarket 因为 去到那里 其实它都 很小 所以我觉得 那里的价钱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不会很贵 但其实相对于 一般的秘鲁物价 都是高了 所以其实有些人 就未必选择 会住在这个陆州 因为其实它和 Ika 真的Ika市中心的车程 可能是 车程 可能是十分钟而已 那么近啊 但是你走不到的 那段路 一定要坐车 所以有些人 可能就在Ika 住 然后就在这个陆州 那里玩 可能半天一天 可能滑沙 可能日落之后 就会出去吃 因为可能就会抵抵 一些 因为我那次就是 哇 原来我找不到东西 而且你都不是贵 对于我们来说 所以 你说你进到去 就是这个 你进到去的那个 Batonna Adventure 你都是几草一万 哥 是啊 一买一口水 都不用 你还在这儿 嫌三嫌碎 你住市中心 市中心是不是两草一万 你窮友 是啊 他要窮友 我们是窮友 不过 有多窮 就是 去这些秘鲁 玻璃维雅 这些南美洲最便宜的国家 你就可以让你 那一刻做一下 亚裔中产 嗯 然后你滑回到智利 那些 你就打回圆形 去到之后 你会发觉最贵是什么呢 最贵是你的时间 是啊 太多地方上去 是啊 因为你很多地方都很便宜 所以你 你唯一一件事 是要跟时间競賽 但是又很矛盾了一件事 就是说 有时去旅行要深度游 就是要时间的 就是慢慢浸的 其实就是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秘鲁 才是走了十日 十日 我想不是很多人可以 好像你 是啊 我想不是很多人可以 好像Kennis那样 去到 去到 山长水远 就是为了 學煮食 那样 这些我想 在时间上来说 是非常奢侈 是啊 尤其是秘鲁 那么多的明星 你看看你怎样去的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说去 是想着是深度游的 你纯粹是随意的 那你就不需要介意时间 但是有些人就跑景点的嘛 是啊 你跑景点的话 那就真的不是说你 是可以 在有限的时间内跑多少 因为其实你 你开盡了 一个月 但是一个月 你去不了一切整个秘路 就是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很执着景点的话 你就去不了 那不如你自己玩得开心点 算吧 所以其实我都没什么做功夫 因为 之前我比较借那本 Lonely Planet 超级厚的 牛津字典 我基本上看不到一页 我就说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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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 才会上Crip Advisor 看看那里有什么 又或者问当地的hostel 所以我很喜欢问那些hostel的人 有什么搞的 这才最好 最即兴的旅行 是啊 不用计算 你计算了 那跟你上班 都没什么分别 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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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过是自己的关 如果你做了功课 你才发觉 哇 我怎么去啊 而且你做了功课 你可能会有一个 expectation 是啊 然后你可能去到 不是那回事 你反而自己会 失败 又失败了新鲜感 你看书的时候 已经知道里面的东西 滚瓜难熟悟到 好像一个导游 是啊 但是哪些人喜欢这样做呢 其实是要压力的人 喜欢这样做 或者你说大陆人 零射喜欢这样做 因为要懸吐 一定要告诉别人 去过这个地方 然后去压力 微信 全部都是这样做的 大陆人去的地方 是一枚事 是啊 不是感受的 他不是要去的地方 他不是要去的地方 是要告诉世人 他去的地方 是啊 就是有些人去旅行 就是为自己开心 有些人去就是为了向人交代 嗯 嗯 那你就自己选 不是不行的 自己选 是的 那红酒 我们说到这个差不多了 是不是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红酒那个 不过你要选好季节去 因为它有一个类似的风修节 嗯 其实是每逢三月 好像是最后一个星期 就是三月底 嗯 不如现在听到会不会太迟 明天买机票立即去 哈哈 可能有人准备要去的 还是其实在那边听到 然后就立即兜路过去 因为他们其实南美洲 除了毕魯 其他国家都会有这些风修节 那类似就会在三四月 那就是 慶祝他们得到很多菩提子 嗯 他们就会去釀酒 那应该是 就会准备的 风修节 然后呢 他那个很有趣的 因为呢 我觉得是很酒池玉林的感觉 因为呢 我去到那个红酒博物馆 那样 我看到一些照片 然后有一些好像损尾那些 那样 就是那些穿短裙的那些 很漂亮的那些 就有彩带那些 那些 但是他们全部都在那个 踩的蹄子 这个公主威小姐 是的 公主威小姐 但是他们是 踩蹄子 就是他没有穿鞋 然后在那些 葡提子上面踩 那样 然后呢 就是可以选一个 那样的 风修节美女 那样 的一些东西 那还有一些酒葬 因为他有很多酒葬 那些酒葬 那些酒葬 是可以 因为我刚才有说 要晚上才可以去做 那样东西 嗯 你就可以跟着音乐 跟着就去踩蹄子 哦 对了 那你就可以 dancing in the 那个叫做什么呢 蹄子那个池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好像很有趣 那他就每年三月的时下 那只是在一个地方举行 还是有不同的村庄 其实他整个村 集中是讲蹄子的风修节 是的 蹄子 就是wine的哈肥 嗯 所以他有不同的酒葬 那可能不是每一间酒葬 都被你随便去踩蹄子 不是的 但是有些应该是开放 那我就不知道 会不会你特别都要付钱 但是我有问他 是一定要消毒 那你没有理由香港脚 踩到那边去喝 哈哈 那就是啊 对了 你踩完其实他会拿回来用的 真的 他不会浪费的 那其实就是 那些蹄子 很多人踩蹄子 是啊 你想起来都觉得噁心 有你烂脚啊 有鸡眼啊 有脚线啊 有脚线啊 我想他应该要探索了你的脚 有没有问题 才可以让你走下去的 咦 你不会有脚线 但是你这样说完 我不敢喝他的红酒 哈哈哈 你去那个博物馆那里 看看是哪一间酒葬 专出的那一间酒葬 你就不要选过牌子 是啊 不过其实我觉得 这个应该也是 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但是我上次去的时候 是8月 所以我就没有知道 但是我觉得 你想一下 你播着Disco的音乐 但是 你不是在舞池上跳舞 你不是在提子上跳舞 哈哈哈 我觉得很神奇 所以如果大家在3月底 会在计算明年好 或者你现在好 你可以去Ika 搜索一下有关的事情 嗯 嗯 嗯 那是啊 挺过人的 就是大家 喂 又有美女 又有酒 没错 说实话 秘魯的女生 喂 秘魯的女生 是真的那些 呃 怎样说 是漂亮 是好像委内瑞拉那些 那样漂亮 还是不同的 应该都没有委内瑞拉那些 那样漂亮的 呃 我personally 就觉得丑样的比较多 哈哈 因为我和表弟也有研究 咦 其实秘魯都不算很多漂亮的 因为他们可能混了山地人 那些原住民的样子 哦 你知道原住民 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是留在上面 那个 就是大二民的进化论 嗯 就是你觉得山地人 好像有点未完全进化论 对 臉又很长 鼻子又不知怎样 对 尤其是澳洲那些 对 对 哦 对 所以 所以 秘魯有些混了山地人 那些 就未必那么好看 但是 有些是混西班牙裔那些 那些 那些就真的漂亮 嗯 因为他们白一点 对 就可能好像 阿瓜多尔 但阿瓜多尔是喜欢 选美的 对啊 我们委内瑞拉是选美出名的 对啊 对啊 那可能就要北上少少少 可能他们正用的 可能都是 哦 对啊 所以秘魯的 就 不要focus在美女啦 嗯 嗯 好啦 那下一节回来 我们讲这个 沙漠里面的 滑沙之行 滑沙 滑沙 OK 拜拜